以婚外科名姨江坤俊在节目上时常展现出爱家好老公的形象 如今却身陷头色风波遭报外遇院内护理师 虽然与妻子一同发声称目前家庭状况一切正常仍止不住烈火 而江坤俊在傍晚的时候在社群上亲自发声先行道歉 接着表示不想回复是因为不想引起比赞 为了避免又有一些不必要的留言 宣布将先暂停演艺圈的工作 同时请辞节目健康2.0 但对于相关不时指控将保留法律的追溯权 不过先前传出江坤俊曾多次发性骚扰简讯给主播郑凯云 这让节目来宾郑宇龙看不下去发文透露 郑凯云及江坤俊过去一起主持没多久就拆伙 如今终于知道原因直言有不平之气 若主持人没关换就不会出席